你是骗人的吧 还是这么相信我 还不是因为你太会骗人 哥儿 要不要帮忙 帮忙 最后一张了 贴的时候要注意点 不能太上也不可以太下 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 要刚刚好才可以啊 上面一点 再上 太上面了 下面一点 左边一点 左边 右边一点 右边 再右边一点 好了 差不多了 你是骗人的吧 还是这么相信我 还不是因为你太会骗人 那个人好像认识我吗 有什么事吗 请问 能给我碗水喝吗 我是路过的 走了很远的路 口很渴 好 等一下 师父 我封住了她的记忆 但不会太久 如今我功力慢慢流失 她很快就会记起来 如果你舍不得大小姐 我们可以带她回飘渺 不 这样一旦她记起来 会怪罪于我 先生 喝水 多谢 二位 二位 告辞了 客气 这个人为什么看起来怪怪的 虽然脸是个年轻人 头发为何都白了 我说你就是放太多心思 在别人身上了 我不是怕他是你的敌人吗 我是在担心你啊 接着写吗 好啊 如哥 大娘 给 这是大娘帮你买的 还有些菜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 尽管跟大娘说 大娘去帮你买 好嘞 大娘 这多少钱啊 这袋子上的图案 我娘子随意逢的 好巧啊 刚才我到涉水镇的时候 也看到一面旗子上 好像也是这个图案 叫什么来着 叫 叫烈火山庄 烈火 大娘 不知道新婚夫妇在过年期间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原来你们是新婚啊 我们是新婚吗 是的 你这孩子 连自己新婚都不清楚啊 你这不是跟大娘开玩笑吗 大娘 其实才刚成亲 还没过门呢 不过 我俩父母都双亡 也没什么高堂要拜 那不行的 没有高堂 那天地还是要拜的 要不这样 大娘帮你们准备准备 过两天就成亲 多谢大娘 谢大娘 谢大娘 就是扯两块红布 买几根红蜡烛就是了 那红棉袄 不是都有了吗 大娘 这钱您就收上 不用了 不用了 这怎么好意思呢 您一定得收着 行了 行了 别送了 你们放心吧 这两天我去把东西置办好 多谢 多谢大娘 都说过了 不用再谢 好好好 好 你们进去吧 行 进去吧 大娘慢走 好